郑州通报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 据郑州发布公众号消息 郑州市于11月2日发现 三例核酸检测出筛阳性人员 后经复核判定为两例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均已闭环转至五十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救治 现将其活动轨迹通报如下 病例1、女、7岁 就读于行阳市洞林水岸小学 现住地行阳市甲玉镇碧桂园27188号楼 10月19日至11月1日除周六 日休息在家无外出 其他时间均正常到学校上课 10月29日15点30分 与佳人到首创奥特莱斯电影院游玩 10月19日8点57分 到开封市卫视望江亭鱼锯店购物 10点到甲鲁河河边钓鱼 10月22日至11月2日 多次到行阳市甲玉镇富裕超市 利德美超市行村洪家超市 行村嘉辉生鲜超市购物 曾到甲玉镇新农钢材店购物 曾到金水区普罗旺市两栖五栋 为五路47号院一号楼 新院现代城小区二号楼 集中外运90储运公司做家教 10月22日17点17分 到时代国际广场每一家便利店 10月25日9点32分 到大桥石化新世纪站加油 17点40的附近的湖南米粉牛肉面就餐 18点06分到附近张仲景搭药房买药 18点13分到附近的手机店修手机 下午到小李普台金杯路店 10月29日13点 驾车到郑州市中心医院马寨分院 17点09分到中原居龙海路新田大道交叉口 延长撬牌加油站